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9日 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今天下午開了一個網上新聞發佈會 正式宣布競逐特首 簡介了施政有三大方向 回答了被選中 代表七家媒體記者的一些提問 整個發佈會前後大概是50分鐘左右 沒有什麼亮點 但是他的管治施政的方向和重點是清晰的 他就不評論現屆林鄭月娥政府的管治表現 但是每個重點都有沖住林鄭 批林鄭的味道 發佈會上李家超多番提到她的三大方向 一就是以結果為目標解決不同的問題 二就要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三就是奠定香港發展穩固的基石 他就承諾要提高施政的效率 建立團結的概念 做事就不分你我 就說我和我們 不是再說我和你們 強化就要共同解決問題的團隊文化 講了很多次團隊團結等等 李家超就認為特首要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 建立一個忠誠擔當的政府 守住法治基石 又說期盼香港要有活力 開放團結安寧等等 我很小心聽這些字眼 整個發佈會裡面 就沒有什麼提到 應該沒有 民主自由 人權保障 官員問責 公眾政治參與 或者尊重或者維護市民 說不不同意見的權利 這些都少講無講的事情 李家超在林鄭政府 頭四年就做保安局局長 過去九月就升 做了No.2 政務司司長 其實他最有資格作出評價 向市民解釋 其實說他一旦轉身 就已經不是 因為現在林鄭政府 但是他留在這裡已經四年多了 已經做了 其實他最有資格向市民解釋 一旦由他來做 怎麼會做得更好呢 他就說自己做了這麼多年 作出評論就並不合適 這個說法其實就是 像是而非的一個語言藝術 因為如果他不交代一下 林鄭政府有哪些做得不夠好 做得不好的地方 又怎麼可以令市民相信呢 現在將他由他上台擦 他帶領的政府又會做得更好呢 在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呢 這個結果為目標的說法 也有些奇怪的 我相信任何政府 我都沒聽過一個政府 就是 就是說他們不是以執政 不是以結果為目標 不是以結果為目標 他上任以來 做不出 就是交不出結果 李家超其實 為什麼會沒有責任呢 為什麼他會沒有一個說法呢 照道理呢 他應該深知透明有什麼地方 其實做不到 是交不到成績出來 為什麼不清清楚楚說 清清楚楚說 你上台你會怎麼做 可以做到成績出來 李家超是警隊出身 那麼就都 勢張成為首位 所謂武官治港 當然啦 一些建制的人 就說不可以再用武官來形容他 那麼 當然啦 他已經不是當日的一個督策 又或者是曾經升到副警務處處長 但是這麼多年的 在幾個部隊呢 在警隊 那我相信一些講紀律 所謂忠誠勇毅都在他的DNA那裡 那他處理逃犯條例修訂的草案 然後跟著這條草案就引起了示威衝突 那跟著呢就出了一條港區國安法 他是負責執行 那他的角色都極度爭議 那有記者呢就問到他被形容為一個 就是強硬路線 強硬等等的問題 那他又沒有直接回答到 那而很仔細地去看他在今天的這個發佈會上面呢 或者他那個之前中英文的參選宣言裡面 其實都明顯被談了一些所謂國家安全 也都沒有用上 希望我沒有聽流了 沒有用上到一些黑暴 反攻 反中亂港這些分子等等的一些指握 就強調穩定維穩安寧等等 對國家忠誠有擔當這些說法 那他代表的一些價值呢 其實都相當之清楚了清晰 所謂在穩定在大前提之下 政府他的政府就會團結 團結一些希望他們想團結的人 要在最短時間裡面交出成績 當然也都現在聞到焦味了 要穩住一些外資 可以預見李家超對反對的聲音 將會延續一種強硬的一個做法 對一些反對聲音 就算不是零容忍 都是相當低程度的容忍 但是社會上相當的一部分人 現在很明顯對那個議會裡面 根本都覺得沒有聲音可以代表到他們 沒有人可以代表到他們的聲音 議會外面媒體也都趨向單一 公民社會就萎縮弱化 社會上的局面表面是平穩 但是內裡其實就是一片死直 潛藏著一些被壓抑的不滿情緒 所謂要長治久安 猶亂入治猶治入卿 我想這些都是 說就容易 但是做起來其實都相當難合 李家超強調組建組的團隊 他形容就是 Gabang 不是Bang 交響樂 新的交響樂 他會擔任指揮 希望每一個成員都發揮所長 盡獻所長 一加一就要超越二 要有這樣的協同效應 要共同為香港奏出更揮和的新樂章 這樣說 在一片維穩聲下 不同的聲音 其實都已經被滅聲了 要麼就自動收聲 或者是小聲 再出聲的話都低調些 只剩下一套主席 要和聲同氣才可以加入 在李家超指揮棒下 也都在中央指導下合奏 奏出來的會是什麼呢 會不會只是一些樣板音樂 李家超首場網上都不是建記者 其實在網上的所謂發佈會 這場記者show 競選辦的正式說法 我為什麼一直用新聞發佈會呢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用法 香港常用的就是很簡單的 記者會這樣 新聞發佈會這個用法 應該都是內地官方常用的 反映什麼呢 大家自己想想 然後整個記者會 都有答問環節 但是前後被選中發問的傳媒機構 我沒有數漏的 應該是無線電視 南華早報 星島日報 中央一個台 Now TV 大公文匯集團 經濟日報 如果仔細看看這些被選中的媒體 撇開他們問什麼 但是那個選取其實都頗具特色 真是隱隱看見到 似乎真是有一支指揮棚在這裡指指點點 好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的時間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這個頻道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